我們繼續來看一下這個重力位能 所以我們已經得到這個形式 因為會等於-GAM除上R 所以我就把這函數形式畫出來 所以我R的遠點當然在地球的中心 然後越遠離地球的中心我的R就越大 所以它是一個小於0的函數 所以你畫出來就是左手邊這條藍色的線 那我們如果現在考慮的 就是一個衛星環繞著地球在圍繞的話 它的總能量就包含了這個動能的部分 跟這個位能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把這1等於K加U寫下來 就會有一個1 2mv 平方 減掉這個GAM除上R的一個形式 那我們現在簡單的考慮就是一個做圓周運動的衛星 那它之所以做圓周運動的主要就是 它有一個向心力來源就是重力 然後因為它的重力產生一個對應的向心加速度 不斷地改變它的速度的方向 所以它就會繞著一個圓周做一個等速的圓周運動 所以對於這樣一個例子我們之前探討過 它的向心力跟它的向心加速度的關係 就會有一個這邊的向心力來源是重力 所以大小是GM除上R平方 但是它的向心加速度會是V平方除上R 所以F等於MA你把這個關係式寫下來之後 你可以得到的一個關係是 就是Mv平方會等於GMm除上R 那我們算這件事情的原因是我們想要了解的 就是說對於一顆衛星而言 它環繞著地球在做一個等速率圓周運動 它的總能量大小是多少 所以當我算出Mv平方之後 我只要除以2 我得到的就是這個衛星它的一個動能 所以我把這個關係是帶進去之後呢 這個環繞著地球做等速率圓周運動的衛星呢 它的總能量就會是這個2分之1mv平方 減掉這個之前的GM除上R 但是呢第一項2分之1mv平方 減掉後面這一項之後呢 你得到的總力學能呢 就會是-GM除上兩倍的半徑 也就是說你今天有一顆衛星 它如果是比較靠近地球跟比較遠離地球 它的總能量它的力學能呢 大小是不一樣的 那現在回頭問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有這樣的一個衛星在了 那它的binding energy是多少 所以這邊回顧一下 所謂的束縛能binding energy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現在呢需要提供這個衛星 額外多少的能量會使得 它得以去脫離這樣一個衛能的束縛 所以你看一下這個衛能圖 基本上它要脫離這樣一個衛能 就是說它的總能量必須要大於等於0 所以說它現在呢本身的能量 總能量是-GM除上2R 所以你要讓它能夠去跑到R是無窮遠的地方 總能量是0的狀態呢 很明顯的你需要提供的能量呢 就是0去減掉它現在的總能量 所以你得到呢對一個衛星而言呢 它的binding energy就會是 重力長出G乘上本身的質量 乘上地球的質量 去除上它離地球中心的距離的兩倍 是0的 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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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